我妈这情况 它什么时候适合追悦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下个月就应该可以了 记得和那边的医院提前联系好 别到了再现场 另外钱的方面 要赶紧准备起来 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医生这个大概得花多少钱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反正不是个小数目 我知道了 医生 谢谢你啊 辛苦了 当所有的人 离开我的时候 你让我安静从容 陪我度过 小语 小语 小语点声 人都睡了 小语 你喝酒了 你这喝多少啊 你 你别管我 你谁啊 我说王若宇 我是谁 王若宇 你瞎说 王若宇不会理我那么心 你爱信不信你 慢点 慢点 没事 你别管我啊 你慢点 别管我啊 先在这座 你慢点 我给你倒杯水去啊 你别走 大云 你别走 我求求你别走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我不能没有你 如果你走了的话 谁去听我说这些 你 你 谁想能透过说这些 别离开我 别离开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醒醒 是 你知道吗 从我第一次见笑语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妈妈 可是她真的太苦了 她真的太苦了 我想心疼她 我想照顾她 我想保护她 我想对她好 可是她就是不给我机会 作为一个大人 好的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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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王若鱼有什么好呢 明明喜欢你 她还不敢承认 总是担心你 心疼你 还装苦装的满不在乎的样子 就这么一个别别牛腻的姑娘 你看上了什么呀 笑语 不要离开我 笑语 其实有的时候 不要离开我 我挺羡慕太真的 她喜欢你 她就玩了命地黏着你 我也想像她一样 可是我做不到 可是我做不到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我爸把我扔在亲戚家 就再也没有回来看过我 我总是装作 我很懂事 我很乖 我生怕我哪儿做得不好啊 大人会不要我 我就又没有家了 我也想像 一般的小姑娘一样 穿着好看的裙子 躺在妈妈的怀里撒娇 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 我都只是一个 别人家的多余的小孩 你知道我多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吗 我想有一个人 能有一个肩膀 在我累的时候给我靠一下 在我面对这个世界害怕的时候 告诉我别怕 有她在 告诉我 你之前受的所有的苦都结束了 以后的日子 有我陪着你 你是不是傻了 我喜欢你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毕竟你 是我从小到大最开心的事 就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 我不敢靠近你 我要舍不得离开你 我怕有一天我会失去你 那我也比你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更糟 对不起于彭源 我也不想这样 真的不想 我也想 就这样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做不到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就是做不到 你再等等我好不好 你等一下我的 是 是 是 慢点啊 你消口一下 嗯 医生说了 你没什么大事 但是最好呢还是 去大城市医院检查检查 等您稍微好一点了 咱就回去 你瞧 上次不让您回去对了吧 那没事 有你六叔在这就行了 啊 什么没事啊 您都晕倒了还没事呢 注意点 你这么忙 赶紧回去吧 放心吧 公司那边我都请好家了 没事的 你还在那家公司工作 是吗 换个公司 妈不喜欢那些人 好 刘叔 那个治疗费和住院费我已经都交过了 这趟出来得着急 没来得及取太多现金 这些你先拿着给我妈备用 要是不够的话我再去取 别急 钱不够 我和大伙先帮你垫上啊 谢谢您和大家 我马上还得再回去一趟 一来是给我妈找一个后续治疗的医院 二来是回公司请个假 我妈这儿可能还得拜托你再照顾几天 放心吧 你妈 我妈会照顾她 谢谢六叔 那我先要回去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好的 什么 你要辞职 我说杨新伟 你不是和李腾飞串弄好了耍我们吧 这公司刚刚开完新闻发布会 这忙着呢 一个说请假说走就走 一个说辞职就辞职 你们俩想干什么 什么意思 老大请假了 什么老大老二的 他是你老大不是我老大 他妈妈做手术 他请长假回老家了 怎么 你不知道吗 我说打这办公室电话没人接到 手机关机呢 那他妈病得严不严重啊 都做手术了能不严重吗 你就别 别扯这个 我就问你 为什么辞职 瞎吗 看看字 中国字 小爷不想干了 小爷呢 少来这一套 我问你 是不是又是余彭业窜的 我就知道你们几个是一伙的 这些事是你们早就商量好的对吗 行行行行 现在事我不想干了 这事跟他们没关系 余彭业给了你们多少好处 五十万 一百万 不是我跟你说叶志秀啊 你别拿你这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行不行 这事跟他们没关系 没关系才快 不是 你们几个明面上进这暗地里合作 不就是为了挣点收购的钱吗 等这事完了 你和李登辉再各自找借口离开 这吃相也太难看了吧 你当我傻呀 总算说一人吧 你还真不算那聪明人 真的 真的 算了算了 我也不跟你说了 跟你这种傻人呀 也没法交来 反正话我也说完了 辞职信我也交了 我是真不想干了 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了 这个 工作呢我都交交完了 以后终于不用每天都面对你这一张 鱼脸了 嗯 拜拜 你才突雷呢 怎么啦她这妹妹 大鱼又欺负你了 揍她呀 不是 你 别哭啊 杨子哥哥 你说 我和彭月哥哥是不是没可能了 你不 这 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了 从从这个理论的角度上来说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去去去 你先别哭 我瞎说的你别听我的 其实我心里知道 彭月哥哥他就一直都是拿我当妹妹来的 但是我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放下 有什么放不下的呀 这该放下是不是就得放下 不是我跟你说啊 想当年 我们高中小花结婚的时候 跟你说我哭得跟个泪人似的 但是我后来仔细又想一想吧 他都不认识我 我哭又是没用啊 我回头我就别忘了 放下 你这举的是什么例子呀 甭管我举的什么例子 反正是安慰人的例子 我知道 喜欢一个人 一旦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 那就是刻骨铭心 像你杨子哥我来说吧 这一辈子喜欢了那么多女生 当然有很多女孩喜欢我 但是最让我难忘的 还是我大学三年期喜欢的一个女孩 不瞒你说啊 那会全班女生都讨厌我 只有她 有一天突然对我一笑 我这心 碰开了 瞬间就融化了 这一笑 让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她知道你喜欢她吗 她当然不知道 她知不知道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喜欢她只是那时候的她 还有她当时对我那个 回眸一笑的感觉 你跟大鱼小时候的事我听说了啊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喜欢的是 鱼彭月还是彭月哥哥 我 我 蒙了吧 没想过这个问题吧 听我跟你分析分析啊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你喜欢的呢 是彭月哥哥 而小鱼喜欢的才是鱼彭月 彭月哥哥只能说是你对理想男人中的一个幻想 投影 完美 但出不可及 但鱼彭月才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你听我的 把对彭月哥哥这种喜爱放在心里 等若个年以后你想你来的时候 那绝对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完美 杨子哥哥 对不起 我以前一直以为 你特别懒 特别馋 特别平安 特别滑头 原来你这么有深度 行吗 我还挺深的啊 我 我明白了 还是心里面难受 没事啊 一个余彭月倒下去 一个杨新伟站起来啊 以后有什么事跟杨子哥哥说 记住我哥跟你说一句话 能用吃解决的事都不叫事 如果一顿饭解决不了的话 那咱们就两顿 我想吃冰淇淋 买 我想吃火锅 帅 我想吃天外烧 走起 杨子哥哥 你太好了 不是 妹妹 妹妹妹妹妹妹 手 手这个让人大 好 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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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还想吃点什么 哥哥给你买去 彭月哥哥 哥哥 彭月哥哥起床了 干吗 睡得好好的 吵死我了 你也不看看 这都几点了 都十一点了 才十一点 今天又不上班 别吵了 再让我睡会儿 再睡你就成猪了 这才两天呢 你就这么颓废 以后可怎么办呢 你看看人家周妍哥哥 一大早就去图书馆了 还有若鱼姐姐 也一早就出门了 就你一个人赖在家里 小语出去了 周妍不是下瘾的 她去哪儿了 我才不告诉你呢 太真 王律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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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想找一下刘秘书 我是 王律师您好 我马上帮你联系她 喂 刘秘书 王律师到了 好 我马上带她进来 王律师请跟我来 不好意思啊 我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我们这里的人都认识您 可是我才第一次来 你们怎么知道我是谁呢 您跟我来就知道了 这边请 王律师您好 王律师好 好 小语啊 大语 我这边正忙着呢 有什么事你赶紧说 不是 是这样 你不是一直打算做一个 法律援助律师吗 我打算 你别告诉我 你打算送我一个 法律援助基金会 哇 你太棒了 这都猜到了 我真打算给你一个 惊喜来着 这什么惊喜 这明明就是惊吓 语空月 你能不能别总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背着我干这件事情啊 我没背着你 我这不又打算 就告诉你了吗 你还没背着我 我现在就在这个基金会呢 你把照片都挂墙上了 艾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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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我怎么就没想到 是你搞的鬼啊 不是 什么艾雨 什么照片啊 不是 小语 你在哪儿呢 我那基金还没成立呢 不是你干哪儿 那这货是谁啊 是我 小语 小语 又是你啊 你有完没吧 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讨厌你 小语 你听爸爸给你解释了 是不是 于晃月给你支的招 我 不是 到现在你还骗我 我 从小到大 你关心过我的感受 在意过我的想法吗 一天都没有 如果不是他告诉你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干什么 我我我 我永远都不想再看见你 小语 你听爸爸给你好好解释解释 这次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别生气别生气 你听爸爸给你好好解释 小语 你等等 小语 小语 你听爸爸给你解释 小语 小语 莱疼 你真的是 我的鼻子 就一生气 我有透视 也知道了 你得省上这种提告的 冯先生 我窜 veo 情绩 骗子 旅逻 你躲的 你要多信 数象 您说 这不是明摆着 他们和于鹏月是一伙的吗 陈老 李总来了 等您瞧瞧 说草草草草草 让他进来吧 是 李总 下 有什么你就直说了吧 陈老 你是不是也想要辞职 辞职 谁说我要辞职 杨新伟都辞职了 你不辞职吗 杨新伟辞职了 我怎么知道 你看你 你看你 你们连表情都一模一样 能不能有点创意啊 好了 志秋 腾飞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陈老 我妈的前天晚上犯了心脏病 刚做完手术 但是情况比较特殊 可能得去大医院二十次手术 我们家里也没其他亲人 所以就只能我自己去照顾一下 想跟您请个假 请一段时间的假 我昨天已经托叶总跟您说了 但觉得还是亲自来说 比较好一点 陈老 现在正是忙的时候 李总要是请假了 这工作谁负责 他的工作 你先顶上 我 我 我 腾飞啊 你妈妈生病 你想去照顾她 这我理解 可是工作上的事情 一直都是你在前头 你突然不在了 进度上肯定会受到影响 你看这样行不行 抽个时间 跟志秋交接一下 让她帮你顶一顶 另外 在你请假这段时间 我希望你能上半天班 给志秋帮帮忙 至于你妈妈那里 可以先找一个护工 费用公司来处 你看 您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 谢谢您想得这么周全 志秋 你的意思呢 我觉得 不太好吧 我一个副总主持工作 任啊总经理给我帮忙 这个是不是有点 太那个了 我怕影响不好 再说了 要是真有事 李总又不在 看我是 该拿主意呢 还是接着找李总 总不能什么事都来麻烦您吧 那你的意思是 该怎么办 我觉得 我觉得 能不能 把我和李总的位置 暂时地稍微地调整一下 这要么 要不然工作起来 名不正 言不顺地 不好 滕飞啊 滕飞啊 志秋刚才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公司目前正处于大发展的时期 你必须要有一个随时 拿主意 随时解决问题的人 如果你要去照顾你母亲 可能在这方面确实勉强了一点 不如 先把你和志秋的位置 临时调放一下 你看怎么样 我 服送公司的局 好 陈老 您干嘛让那个叶之秋当这个总经理啊 他这个人毛毛躁躁的 能担当的其中任吗 优人就像下棋 每一枚棋子 勾扰他自己的用心 叶之秋就是我马上要用的 这一步走出来 将是我扭转乾坤的一步大招 可是 李总也算是劳苦功高 您就这么把他放弃了 为了保帅 连局都可以给我 这一局我整整筹备了三年 一定要拿下来 就算是我亲儿子挡了我的路 我也绝不会收缘 小语 你可笑回来了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见 你是 小语 你怎么了 你赶紧去洗个澡吧 不然感冒了 我给你冲碗浆汤 我先给你 余蓬玉 请你不要再来干涉我的私事了 好吗 小语 我先给你冲碗浆汤 我到家了 我请你吃鼻子呀 不要 那个太胖了 那我请你吃蛋糕 那个更胖 怕什么呀 废话 我胖了 你娶我呀 对呀 我娶你呀 想得美 若玉姐姐 我回来了 若玉姐 若玉姐 你怎么了 若玉姐 怎么这么烫啊 怎么办 若玉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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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感觉你怎么回事了 若玉姐你好像发烧了 我叫她她都没反应 好像她晕过去了 若玉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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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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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